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广华医院一个获准每晚短暂离院的孕妇 在离院三日之后回医院 情况转差 已接受紧急分娩手术之后不治 那个孕妇这个月14日到广华医院产检 经诊断有高血压 同出现人神毒血症征兆 要入院接受观察 期间获准每晚短暂离院 要第二日回医院 孕妇这个星期一离院之后 到星期四回医院 医生发现他持续高血压 情况转差 医生建议提早浮复生产 孕妇到昨天凌晨进一步转差 出现急性肺水肿 要接受紧急分娩手术 生了BB 但是孕妇之后出现心脏衰竭 昨天下午离世 远方表示难过 个案会交给死因庭跟进 北韩不理美国警告 早上试试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是这个月内第三次 南韩军方发声明 说北韩当地清晨大约5点半 在首都平壤附近平安南道北仓地区 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飞行高度大约71公里 但几分钟后在空中爆炸 美国官员说发射的 相信是新型飞母腿KN17中程导弹 在发射两分钟后聚落北韩境内 南韩和日本表示强烈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北韩不尊重中国 分析认为平阳政府是想向国际社会武力示威 北韩试射弹道导弹消息传出之后 日本东京地铁当地朝早大约6点 一度全线暂停行驶 直至当局确认并无威胁 列车服务在10分钟后恢复正常 今次是东京地铁第一次 因为北韩试射导弹而暂停服务 铁路公司说有13000个乘客受影响 下期新闻题要在9点46分 各位 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一个研讨会上说 国家对香港的主权回归50年后 仍然不会变 有人提出2047年后香港的地位问题 基本法规定50年不变的 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并不是指国家对香港的主权 在50年后可以改变 他说确守一国 神行两制 是对香港和国家最好和最有利的安排 中联办法律部部长黄振文出席同一场合 说有香港人说要向香港 要将香港分裂出去 令到国家感到心寒 只能你两制 不能我一国 一定要诚心诚意地接收香港1997年 已经永久地回归祖国的现实 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不评论文责官员人选家报道 我是不会在未完成早班的工作之前 去透露任何的情况 也都不会就在坊间有一些揣测性的情况 作出一个评论的 因为在基本法之下 主要的官员都是由行政长官提名 是由中央任命 所以必须会等整个文责的班子组成之后 就交给中央人民政府来作出这个任命 所以请大家给点耐性 也给点空间我去继续做这个工作 看六合彩号码 5、8、14、22、31、48 特别号码是33 下一次新闻题要在10点46分